我觉得这个男人既然他不属于我了 那你说我还生活在他的这个氛围里边 那对我不是一种折磨吗 好吧 我就觉得我是可以做陈太太的 而且我能做得挺好的 如果陈哥跟你说 我一直以来对你是很认可的 但是 我确实是有了心上人 他不久将成为陈太太 你会怎么办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真的不能留在这个家里边了 我要永远离开他们 而且 我以后也不会再做保姆了 我要 我要重新开始我自己的生活 好 如果陈哥是以最后一种方式回应你 说我会有我自己的生活 我已经有了心上人会做我的陈太太 你离开陈家的时候 你会把那套房子还给陈哥吗 会的 我不会让他那东西的 小梅鼓掌 谢谢 谢谢